塞纳河就去游玩 我们不要把他那么紧张 还有这个明天的活动呢 明天是上午开会 大概九点半吧 也不要太早了 然后也是跟我专办 然后下午再开会 早晚上去晚会 是那个民进加工会 那个昨天那个我们一个好 我们叫老富 然后去参加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庆 国庆他们去了四五百 当然是会吃饭去的 然后那票大概放了一百张 就眨眼就被他们拿走了 明天可能有这个 不华民国才要代表共识他们人 也会出过来 这个你不要这个 你不要说那话为啥 那那那你把这儿走 这边就行了 然后那个 这个明天10号上午 带我一些这个活动 然后就结束了 后天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我们留在这里的 我们罗岛还有我们一个 孤弟兄 他现在在南榜 在我们建议的位置 然后他也回来 有两个人说 说大家去玩就可以 或者介绍你 玩 那个另外呢 是我们自费了 那个我们现在呢 是在youtube 正好我们在欧洲的这个 欧洲之政平台 然后自购中国那个平台 然后在直播 现在还在这个推特上 没有直播 这个我们也通知了 那个那边的朋友 我们在两个平台 这个不看人物很多 那么另外一个呢 一会儿我们会是我们的电脑 然后和国内通常 我们国内的I speak的平台 那我们有 啊 而且国内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 虽然我们开这样一个会议呢 就是透过互联网 多为团的团定出去 那我们这次活动的支持 大陆台湾自由密度发展 这个大会 那么我们来的一些朋友 是各国的这个负责人 还有一个各国的精英了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在一起 大家交流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呢 开始呢 只有一个这个经验啊 那我想由我们这个 我们待会儿民主党可以来 江老师呢 江老师是什么 那行了 那行了 那我们这次为什么召开这一个会呢 就是我们把你很久就没有召开了 那些老子 然后我们召开这会是巴黎 巴黎一直没有 我们是在德国召开 在澳洲 在加拿大 在美国 然后在这边一直都没有 然后呢 我最近年呢 在这巴黎的 最近这一年 嫁 见了国内过来的 没有四个人 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还见了一个从新疆 过来的一个国内 我就提他的名字了 那么我们坐在这里呢 这个亚生呢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是从这个埃及过来的 然后他在埃及地方有五千个 没有什么主要 他自己是工程师 他自己这个有家庭有房子 这一切 但是如果这么合埃及去弄权呢 就对他自己的这个打压 最后导致他最后 不得不到法国这 他有法国的新政啊 他把这边房子卖了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到这里来 所以说这个 他是很中间的这样的维俗的朋友 在我家里住一队维俗学生 最后自己也都不得不跑掉 啊 因为他的妈妈还是移民的那个 就叫所谓的叫什么 就是复联主任的啊 最后也弄了 这个没有办法 啊 就让他必须回国 人他也不认识热比较 你参加任何不维俗的活动 所以前段他们维俗有一个 这个创意的活动动员的大会 我也就参加了 啊 很多在这边的学生啊 学者在中间的 有的还是立背共产党男的 他说我根本就是想过一个很维俗人的生活 但是必须让他们回国 他们不回去把他父母就 换压起来 啊 那之后 那会他会讲这件事情啊 我们呢 还有从德国过来的朋友啊 啊 我们这个这个安军朋友啊 有特殊的啊 那么他也会 嗯 我没有找到我们说实际的 传统迷运的很多人 因为我们这些很多朋友呢 一直多少年认真 真的在做事情 他在德国呢 做的非常有理想 以前好像是我们德国是我们日证的一些人 但是他可以啊 而且他这个大学上万人啊 而且他自己在研究这个法律 于各个方面可以做的非常优秀 而跟德国所有的人都专业 不过我们下一次 在德国召开一个什么大会的时候 他他那些所有的人是大学的老师 甚至他那些大学的同学 几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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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可以来参加这样的 对 他也经常去欧盟啊去其他的地方 那么我们 呃之后还还会从意大利来的一个他现在在路上 也是我们原来中国青年民主总统的十几年都是在网络上战斗 那现在他也要站住了 我们还有过去的挺国贵的一些朋友啊 后来今天也有来到我当中的 让我们看他的意见看法 但是有一点啊 我们只有这个上台讲话的人啊 我们才来拍摄啊 不上台讲话的人 你们这个镜头不要在下边拍摄 小韩你要同意 只有在上台讲话的人 然后不能那个 他因为他们可以露脸的可以拍摄的愿意的啊 其他的我们有一些人特别下午才有一些人不能拍摄啊 不能单独去拍摄啊 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 我非常想太多了啊 呃 全是在讲台上讲话的都可以拍摄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一点 是一个巴黎的朋友他也来的 我们今天还有一些老朋友 这个贾文青老师啊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音乐家 在巴黎的时候去见过他 大家欢迎他 贾文青老师 待会呢他过来就会 一天都补充了 但我们还有这个 呃 独发第一来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中海啊 啊 这个他 他也是这个那个宝民啊 已经很久了啊 啊 对 这个呢 在这事啊 这是我们的拉黄江啊 我就大概再介绍一下 主要介绍 然后拉黄江他是原来达莱萨拉的一员 他也是西藏很著名的那个文学家 英国家 他他就很厉害 然后他在导的那个高原学院 张老师啊 啊这个曾伦修啊 福建人啊 也是我们的这个 他当时过来说他也是八九的 他好几年就没拜承 比如说 按道理他就应该就不参加我们会议了 像美国那些什么 他长期参加 你就接着到现在我们就还有 最后我就挨个挨个挨个的介绍 不介绍太多了 一会儿我们这个 但是下午的时候 就马力呢 可能会带着五江界和其他的好的一些团体 他们过来 他们下午两点钟以后 啊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交流 那是长时间 从1989甚至更长一直支持我们的 这些法国的朋友 那么今天呢 还有这个全内人教会的 站起来 啊 他们这个也是在国内被逼迫的 非常严重 我跟他们一起开个好一组会 而且他们这些人 人品作风 超越重量啊 我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他待会儿他 待会儿他有问题 大家做一个 他们的演讲啊 那么待会儿下午的时候 这边反正公信念有大军事报 和他说已经都过来 因为今天上午 那一些人和一些指标 就是在法国国会 有一个这个人权的听证会 亚洲人权的听证会 本来以后我们的会是 我不知道他那边的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是下午 法律工作工作人员 汉龙啊 建许啊 他们都过来啊 以后真的要一起这个交流过去 好吧 那我就先讲到这儿 然后这个 请能这个民政的情绪 现在来跟这家交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很高兴 这次到法国来参加这个次会 这是我 大概是第四次到法国 我第一次到法国的时候 那是在 1987年的时候 呃 当时我是一个 杨幻传员的身份 来到了法国 这个呢 到网络 到网络 这个地方 呃 以前来过几次呢 都是 主要都是来的 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这些就是 我们来民众 归组的 那么这次来呢 是第一次来到法国 巴尔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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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的 这个地方 呃 我想 可以做 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啊 法国是 呃 上一个世纪 呃 整个世界的两大邪恶之一的 共产主义 呃 共产主义的 他的思想发言之一 因为 共产主义呢 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 马克思主义的 他的三个组成 其中一部分就是法国 他的组成 这三大代理 就说了 德国的古典哲学 英国的 呃 政治经济学 再加上法国的 空想 上 就构成马克思统 马克思统 后来就变成马克思统 一种 然后通过整个世界 到现在为止 还在 就一个世界的世界 同产主义一直到现在 就是法国 对我们这场运动呢 这个特殊的原因 就应该是什么 另外还有源源呢 就是说在地球 二十年以后 有一段时间就是 提供解决 很多人跑到法国来 进 提供解决 共产 中国共产党 周恩麦 邓小平 都是在这里 这里发迹 发迹的地方 那么法国呢 在 也有 我记得就是 有一句话很著名了 叫法国万岁 最后一刻 当法国被德国侵占了以后 必须 他们被英国使用而已 把各位法国老师呢 在 上了最后一堂课 用了最后一句话起来 法国的情况是 Vivian Fox Vivian Fox 那么还有我们民政的 那是个直接人员呢 1989年 天安人事件以后 是法国最早 向中国的政治意义人士呢 敞开了双臂 法国最早允许 八九镇压以后 就丢亡法国 所以当时我们民主中国阵线 就是成立法徒法 有这几个创始人 严加的情况 沃尔开西苏沙子 就严言了 他们在这里 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 民主中国阵线 从创始到今天 二十九年 说我是先任的主席 第一任主席 是袁佳琪 后来是万人的 我的前任是 盛军女士 现在我从他这个结果 我希望民主政 能够继续 坚持我们思想里面 一直等待着 迎候着中国政治变化 大时期的到来 我看起来这个机会快要到了 所以这是我对法兰西的 有意思 另外就是我现在讲的 今天你们见到这么多的朋友 很多人都说我们在一起 全球有所认识 主要是在网络上 今天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 特别的意义就是从网络 从虚拟世界到现实 其实我们的这个运动 在网络上进行宣传 鼓动 坚持 最终还是要靠现实社会的解决问题 中国有个电视 南京美产队一句话 大号上的要知道 解决战的还有靠回应 所以说从网络一定要达到现实 意义上 我们的中国的变化 也是如此 社会运动 从虚拟状态进入现实状态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 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因为 就是说 我刚才讲了 我到法国这么多次 只有这一次是来参加这么一个会议 法兰西有它国家之处 也有民主运动的艰难之处 那么我们再继续举行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 很多人对我们提出不少批评 认为 民运这几世年 除了开户 还是开户 那么国大对此也有这个说法 我有我的说法 当今的民主运动 跟我们的政治对手 中国共产党在较进国际当中 那我们不想 不再像以前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不战场 通过战场上的抢领带 和硝烟磷漫 来解决问题 来决定胜费 而今天的民主运动 我们民主运动说 香港是没有这个机会和条件的 会场 就是我们表现我们民运的存在 就是表示我们这些人是继续不忘国的初衷 三十年过去了 我们还在坚持 所以我一直提倡这个 会场就是在场 不要小看 我们这个会场 共产党还是 还是在担心 还是要希望能够以最大的成员 最大的成员破坏 或者说他没有办法破坏 至少来说要来渗透 要来影响 要来关注 所以说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中国万一的时候 如果说你们把我们真正的 有这个想法起立 有这个变化 那就拿出哑量 我们民运也是可以到中国去 关顾中国的联会 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联会 不必偷偷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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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就是我要想象的另外一种会场的作用 千万万万要看会场 会场还是有这个一定的作用 至少来说要与我们这个民主运动继续存在 我们这个民主运动坚持 从最早应该从当代的中国民主运动 应该是从七八年以后 西藍民主运动开始 今天我们这里就能够 当时西藍民主运动开始 前辈宋利邦写 以后由于被增加以后 被取缔 被邓小平取缔以后 这民主运动就开始 在中国由于没有空间 转移到了海外 最重要是由我们的王永章博士 在海外建立起中国民运 就是海外的第一个民运组织 它的终止就是为了改变中国的专制体制 那么到了1989年 八九年民正出现以后 我们这个组织也一直坚持到现在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 很多人批评民运没有起色 我那对此很会认态 民运没有起色 最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我们当今天民主运动 和当当时去年 而不是讲说上一个世纪 共产党的国家 共产党的国家 昨天想要有很大的 他有个他得以 苏联的全方位的支持 还得以美国 都不如政府的关系 一位 所以就把大法 中国的核赛送到中国的核赛 过去这三十年 我们当代的中国民主民众 仍然没有起色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对中国看错 看错了 他才会对民主民众不予的支持 或者说对民主 可不可以要十公分的支持 而他更大的信心是在于 在于中共的支持 或者扶持 希望中国的经济上的 让中国的长度的经济发展 而自然的走进世界大途 走向民主化 那么现在的美国这种认情 直到过去这三十年 三十年来的 近三十年的对中国政策的错误 那么上个星期的时候 也就是说半个星期以前 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哈斯森Institute 做了一场 大概四十分钟的演讲 全方位的检讨了 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错误 他承认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一直是被中共抱有这种幻想 但是他们失败了 所以说他们从现在开始 要进行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 华时代的政治信号 那么中国民主运动的春天 马上就要改变 我们应该看到 今天其实虽然说 还是没有多少人出现 大家还没体会到 其实中国政治大变的春天 马上就要到 我们大家的携手空间 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在未来的短暂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有机会参加中国大变化 国际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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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下来 这个江老师老师让他来 谢谢 谢谢 是吗 这江老师这个已经 我老师说的 以为是六七 他八十多岁了 老法同意事 本来是说 我们开始 不是江老师 应该在前面 因为他是民主党 然后 那个 下面呢 我们有请这个民政的这个副主席 盛行律师 这个 去至此啊 这个为大家致死开幕 我先致死 在下一步 就我们每一位 我待会儿会邀请 阿松 先邀请我们就做过来 最严重的 然后待会儿有请 就是教会的 他们这两个 最严重的 然后在我下次 我们一个葬礼 这个啊 老板家 因为老板家讲完话 但他会喝酒 喝酒 我后就说多了 啊 啊 谢谢啊 有说一例 是为这家 我和今天主席一样 这也是第一次到法国来 那么这一次呢 是来开会 前面几次还真的都不是 好意思 在那边跟你一样 所以刚才一讲 我也在算了一下 也是那样的 法国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 特别感受深刻的就是呢 法国的这种精神 它的这种文化的历史 以及在法国期间能够处处可以看到的 它的这种文明和美丽的东西 我呢 我呢几次来法国我都在想法国最让人感动的特性是什么呢 我始终觉得是法国的自由的精神 这种自由 这种自由其实呢 不是可能不是平常有的时候我们所泛泛的去理解的那种状态 而这种自由它使得法国的文明历史文化 就是现在的整个的社会的人文甚至包括它的建筑 都有一种它的面貌 昨天特别有幸和一位园林专家讨造了几次 特别感受深刻就是 在法国可以时时刻刻处处可以感受到 它们这样的一种文明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以及带动的整个社会人文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当然是我们现在被大家所承认的这个主持价值 在全世界能够得到深刻的这样的一种认同落实 我相信呢在法国可以说也算是一个非常手续抑制的地方 那自由当中呢 它包含了很多很多深刻的含义 我们今天在场呢 好几位朋友可能要比我们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汉人的朋友 体会要更深刻 比如说有宗教信仰的朋友 比如说其他的族裔的朋友 比如像藏人的朋友 维吾尔人的朋友 那么呢在这一点上 体验肯定是比我们要更深刻 尤其是在看我们现在的民主运动算起来 从毛铃铛故事算起来 现在是35年36年的这个时间 在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当中呢 其实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呢 包括我们民主运动的内部 也是经常会在自由民主 再加上什么所谓的这个国家利益等等的这些的议题当中呢 在这一点上 包括秦敬主席啊 包括我自己 还有张建啊 我们至少呢就是大家是有一个高度的共识 是遵循自由的原则和精神是一类的 没有自由民主是没有实现的基础的 所以说呢我所要讲的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有藏族的朋友 有维族的朋友 那么中国呢被称为是一个多民族的这样一个国家 可是呢在这样一个中共专制暴政之下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没有一个人是有尊严的 有人群那么在维族人藏族人或者是包括蒙族人 包括其他各个族裔的这个人民 在追求他们的自由人权保障的这个道路上呢 绝大多数时候是伴随着他追求独立这样的一个议题的 那么在这个议题上呢就常常发生很多很多的争议 在民主运动的内部也有很多的争议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我始终是坚信自由的原则是一个问题 而且呢中国的这个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会形成一个结果 就是说呢中共帝国的分裂 这个是已经是在所难言 那么很多人在遇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会觉得非常的无法接受非常震撼 但实际上呢尤其是当我们今天在法国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整个人类社会连续到今天 国家主权领土边界等等这些 演变了成千上万次 而我们的文化文明我们的人类 我们今天能够在全球是认同普世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一直是延续下来的 所以说呢很多东西是可以变的 而这些东西包括国家 主权边境佛土面积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他们并不代表 不代表道德 不代表是非 不代表我们所生存的 我们所希望能够拥有的自由 就是人权和尊严 那么当有一个群体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 他遭遇到强权暴政的迫害的时候 我个人是毫无疑问地站在这个群体里面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当然不知道像还有很多新的朋友在场 我并不知道大家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 这个没关系 我们呢今天能够在法国在巴黎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就是大家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平理性地讨论这些问题 而不像今天在新疆地区现在正发生着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途上 有上百万的归族人被关进了现在当代的集中营 我称他是政治独奇士 因为呢他的这种方式要在要比在这个法西斯 那个二战时期的这个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 要更加邪恶更加强 而且呢包括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就是经历过来的 这个法国修炼者他们一直在强烈地去希望整个世界关注的 这种人体器官的这个活摘的这样一个邪恶的罪行 也是应该说已经涉及到上百万人 那么现在我们在场呢还有全能神教的信徒 我在加拿大多伦多也有跟一些全能神教的信徒的接触 也是正在遭受的迫害 那么藏人在从2001年到现在有150 150个左右的人用自焚这种非常惨烈的极端的 但是呢又是非常和平的方式来向这个世界去呼喊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心愿 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自由 他们得到尊严得到他们去这个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 和去保留自己的文化语言的这样的权利 他们希望见到他们的这个精神领袖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 整个世界其实呢一直是一种非常令人绝望的状态在对应 刚才呢秦敬主席也特别讲到以美国为首的这些民主国家 在过去的将近30年的过程当中 对中共一直是采取着非常容忍的 他们以为是可以让中国进入一个发展的 一个有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之后 自然可以附上民主的道路 这是完全误解了中国的这个状态 中国的特殊性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有了一个新的国际形式 而这个国际形式也恰恰是由美国所开启 那么我们作为推动中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犯群体 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些什么 所以今天呢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令我感动的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 其实中国的情况特别的恶劣 恐惧是前所未有 可以从在新疆地区看到 那新疆的朋友 维吾尔朋友就是更愿意说是东土耳提斯坦 在那个地区 在藏人地区 在蒙古地区 在中国的现在的 甚至很多很多地方的大街小巷 都充满着恐惧 因为暴政已经到了极端残酷邪恶 也到了非常恐惧的这个阶段 恐惧是一种互相较量的对峙的一种状态 其实呢当他用暴力来对待我们的时候 他们也是因为无比的恐惧 才会更加无节制无限度的去使用 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武力和暴力 那么在这个较量当中呢 毫无论 最终一定是文明的成果 可是这个过程 有可能是很漫长 也可能是代价很大 我们回过头来看法国 所以在这个法国的自由的精神当中呢 也有他们能够有能力去追求自由 有为自由去献身的这样的一种勇气 而这些东西我希望呢 也能够给我们一种启迪 我就不多啰嗦了 我就希望这几天呢 反正大家能够非常的畅速力言 然后特别感激 我们民主中国阵线的另一位副主席 提唱剑先生 这次非常辛苦的丑备这个会议 能够把大家从十节隔离起来 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在这互相的切磋 谢谢你们各位 希望这几天我们能够有非常充分的这样一个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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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贾先生是804岁 我83岁 我没有这个 对 我先生好 您一天你就做 我先生呢 六四的时候 书法很好 我写了一个整园的 对六四的一个 一个那边后边有水 把这个放到那后边 后面是 那每人发一瓶吗 是吧 不是人在做点出乎做哪来 看在那前几乎 那写的书法很好 自己写一个六四的诗 我们香港的黄元璋先生 他也写个六四 几书法 说我专门写的一个 那这水我们带来很多水 还让我还有一些水火 就放在后边 大家随着到后面去拿 那个因为呢 今天不是民阵的活动啊 是我们一个综合的活动 让我们民主党的这个这个江老师啊 最开始大家一致死警惧 您先等你 然后之后再再再再再 好这个江老师呢 那是江国这个中华民国啊 他这个被除为反共一事啊 是江国这个被这个总统啊 蒋经国差点召见 然后就蒋古 蒋古以外冲冲到地啊 然后当时这个送信 你那你就追过你这是吗 有照片啊 有照片 有照片 有 用鼓励 你们这这录着 都很多照片 啊 江老师呢 以前是我们最早啊 这个留学的 就是这个留学到这个法国的 中国计量局的这个工程师 然后后来到法国之后 他一直想找东方民国 就去了我们把这个 找这个国民党的这边的负责子 然后所有的大使馆发现了 后来在机场的时候 就把他冰冻的机场带走的一瞬间 你看那时候我们把这个内政部啊 就把他这个叫下来 让他同事用什么 运步了 知道他后来去台湾演习电视剧 叫巴林机场 啊 那时候呢 那个台湾的男男明星台 对 您呢 这个今天是先是一年 一年就五分钟 然后报代表 然后就要比较其他安排 好不好 您不能从民国来又讲什么呀 哈哈 我现在只要讲一下什么呢 就讲 中共就在明年就会完 这不是我说的啊 好好好 为什么呢 美国网络发来就是 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的发起呢 就是由这个宣传性质的这个 你跟他们有一个 美国有个宣传攻势 大家都知道现在正在这个特朗普发起贸易进攻 实际上中共的经济 就快崩溃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现在特朗普政策是什么呢 他是要由这个美国发起全面的攻势啊 要实施一个秘密的这个测管中共的一个计划 这是由他们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导 上至白宫下至财政部 商务部 国防部等公布中共党对美国的这个公共和私营部门敌对刑等的证据 要公布一些新的资讯 平提起对美国的这个网络打击 呃干预美国的选举和对财产收益 盗窃等恶意义的这个反美国的行动 并展示出美国的反制措施啊 美国人认为从中美这个两国的态势来看 中方除了军事搞断以外 并没有其他任何招数 而美国有大量的招数啊 招数不下 第一 公布 冻结公共官员啊 在海外的一切资产 就会变成共产 另外 说明大家已经知道了 中国美国已经点灵这个军政部的那个顾部长叫李上福 李上福已经被公布就是点灵 要冻结他的一切 就是说也就是说接下来的 就是要公布所有的共产党在美国的 因为好多共产党的高官都在美国 所有的学生名单公布并且驱逐出境 而且这个如果是身份特殊或者就是可以限制出境 另外 另外最利好消息就是中华兵国 我我是中华兵国24年生的 咱们这中华兵国24年以前生的 皇帝大拉杖 咱们的老皇皇先生 还都是中华兵国生人 我从来都说我是中华兵国24年生 我不承认他是不是中共共产党那个中华 是不是内部我承认他 那他是盗窃的 另外美国将与台湾恢复邦交 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 这点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蔡英文总统到美国去过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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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都成绩为总统了 另外的话根据过去的联合国宪法 规定至今联合国上的国名 并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共产党 中共国而是中华民国 所以呢 这个美国的措施呢 就是要承认主权国家 并且承认中华民国并将台湾建成一个 针对中共的重要军事机 第四联合国 全体到联合全球的各民主国家 组建一个新的联合国 台北台湾作为中华民国的联合国的 主要成员国之一 并且抬高台湾在国际的地位 顾虑中共 顾虑所有的这个联合国旧的联合国的 各个成员要统一停止向老联合国交纳 不贵备 而要各国的住联合 也要把各国过去住的老联合国的那些代表 机构人员 接着召回本国啊等等 这个这个是呃 的寿命呢也是在呃 没有超过70年同时现在中共的日期稍微比台呃 比俄罗斯这个这个过去旧 就是苏联垮台的日子的长落三天 也就是说啊 所以说是肯定明年来会有的 这不是说的啊就是要背心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会非常有信心的过去 说实在在过去的几年来啊 我们都不知道中共怎么会垮台 不知道现在我有信心了 现在有具体方向在国内我们对军 支持郭文贵的保护 而且郭文贵这个人非常得意的 做到共产党怎么样去顾免他 他站着非常直 他说他也说 中共很快就快来了 大大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信心 在国内就是要跟着中国跟着郭文贵 把共产党 赶出中国 回头的花 在世界上 特朗普要带 利益全世界的人民 根除世界一切共产主义 最好实现永久的世界逃避 有共产主义世界永远不要关闭 好 谢谢这个江老师了 这个 我们开大会的时候啊 这个我这个可能是几个月之前啊 我还跟这个文贵说了啊 我说我们这位大会啊 有支持的又不如意见 不如意见不在这发现了 真实的发现了 我说你这别说开一个大会就反对你 或者最低有什么想法 为那些麻语群的一些五毛天上的造员 他就知道了没问题啊 这个我们这个大会呢 就是由我们秘书长啊 也下过去的国家界的人权 还有这个 人权同盟的大陆国际的 那么也有我们这个 这个亲蒙的啊 我们今天在网络上现在已经联终了 我们国内的网友现在有三个房间 四百多人啊 正在同一个时间到下午 到我们下午的两点三点 就中国的七八点 两点钟的时候 中国的八点和九点 我们的人数一定会增加 我们现在你小的房间 尤其是大的一百多人 这个安全问题怎么办 我们已经几十年了 在你这当中就有跟我们分斗很多年的 只上没有被说话 我们的有些的这个平台 被他们一丝工作 但是有他们大趣的路关 都帮助我们 我们只要完成三个小时 和连续三个小时的直播 我们自动的有些就被弄掉了 然后重新新的开了 但是我们在scape 在其他的文章 大家直接轨过去 不是安全 是他封也封不掉 我干了十几年了 从莫里花革命那时候 他他他他到时候在我里去 啊 现在他在德国留学了啊 嗯 好吧 那么下面呢 就是说我为什么提到这个新疆 没有尔的这个问题呢 这家很严重 而且 我认识我认识很多中间的这些人啊 而且他跟他民族有很顺的感情啊 你不过现在住在我家里的都是很顺的感情 我们在一起他那小孩我还起个外号叫小木的啊 其实很可爱 但是最后他不得从我那里来啊 就是说你说他们现在这种情况 那么我就是把这时间就给这个 我们前阵子啊 我们这个巴黎有个居来提的 他在这边生活了三十多年了 他认为他是法国人 他说你也甭把我当成什么法国人 中国人 汉人 非族人 就把我当成人 因为他是一个这个设计家 就是说珠宝设计家 结果去中国呢 他找那些设计师的朋友 在新疆啊 乌乌其他一块聚会 结果超过十几十几个人了 正喝的正欢的时候经常来 说你超过十几个人 不同机会 当时他说我是法国人 他有法国的一套 你们警察怎么样 那你立刻就把他抓起来 然后最后我把他给钱负责了 所以后来今天体验呢 就是到我家里面直播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意思 你就拿我当成人行去嘛 前一段我们那个勒比亚 那个他们大妈友在这开议会嘛 我一见到有很多 我就是共产党人 我真的是用共产党啊 你就让我们过就行了 现在就变成他们跟国内变联系 微信 电话什么东西 我在这个泰国的时候 有一个新疆的一个汉 他在这当时建立了一个 那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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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写一个中国宪法 现在这个小伙子我不提了 因为我要想办法把他弄过来 他现在也在逃我 我一定给他弄到这个欧洲来 我不管你说我是什么 我也要改个能够 他现在在逃避 等下一次开会 他就签了 他的老婆是维族人 正经恋爱 但是这因为他在家里写的这么一个 宪章啊 一个什么 然后就被抓捕了 然后最后他逃到了泰国 在那三四年老婆也见不到了 三个孩子也永远见不到了 现在在他在巴蒂亚 在这儿做照片 很好用 那么我们现在时间给养科 杨桑 啊 杨桑 他是公众师 哈语很好 阿拉伯语说的很好 去埃及下个午 去埃及开会 可以不讲啊哈哈哈 现在认识问题啊 啊 嗯 不过这儿 在15分钟之内啊 朋友请各位能够在这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我所 不所遭遇的经历 首先我想利用这个云台 利用我父母的方式破坏 想做个成词 首先我在这里 利用我父母的破坏 在这个领域这个平台 我想做个成词 因为 自从整全国这个 俄罗马书记 刚刚担任新疆的总书记来 我已经一年半了 没有进入 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 也问了他们的声音死 到目前为止 我现在给 大家展示 这是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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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非常残酷 我想宣伤 就是 念这个平台 一个词 这是我父亲 您叫亚松 他是 他是 在国内这个医生 已经是 干了三十多年的 医事工作 已经退休了 但是在2017年以后 24月以后 我就再听过他们的声音 这是我父亲 已经六十多岁了 嗯 这是我的母亲 过去三年 我的父亲和母亲 曾经过 在爱情时候 来过两次来看望我 如果这个很正常 儿子在国外 父母去 国外 去看望自己 儿子有什么错呢 有什么错呢 很正常的 但是 但是在共产年来 他就错过了 我听说是给我们 父母的绑架 扣的帽子 说是 去了海外 去了海外 思想被污染了 被伊斯坦的思想被污染了 需要去什么皮肤里去去洗脑 我大概知道了 就是这么多 总之我没见过自己 已经一点半了 或者他们生死 这是我的母亲 这是我妻子的 这是我妻子的 母亲 你说的岳母 我的家庭和我妻子的家庭都在 我们的 比如说是我们的东西斯坦 也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发明创造的 代名字新疆 也已经遇见了 不然他们的消息 有他们有严重的糖尿病 已经是无法自力可生的 就是共产党的恶魔 也没办法 不然他们消息 根本就没有 这是我老婆的 母亲 老婆 这是我 这是我 我妻子的 我父母 两个人的 同样 我的岳父 曾经是共产党的党员 一生 现在永久没有做过任何反共的活动 或者什么什么言辞 从来都没有做过 但是 这么多去年 通道以后 也无缘无缘消失了 不知道 大家是否能够感受一下 通道 在我的脚底下 大家思想 我从来遭受的痛苦 只不怕想想 别用他们的身心 这是我妻子的 妹妹的一家人 这是他们一家人 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他们一家人是2016年5月份 来过埃及旅游 来到25天 休闲25天 回去 就是为了旅游 什么时候就是为了旅游 回去就需要 是关国人员在 学习来的这种 最后就不是去向 妻子和丈夫 不少去向 但是肯定已经被 被带起过了旅游 小孩在哪不知道 也许在我们相关的亲戚 帮到照看上 或者被送去孤儿园 在父母的存在的情况下 被送到孤儿园 也就是自动变成孤儿 有谁能够想象的道理 为什么 我们正在做的想法 他使用在外面 用了进 这是我妻子的 地女 曾经也来过埃及 来看我们 当时也一样 同样的造型 孤儿园到孤儿园去向 赤松 他也是陈家立业的人 我们也知道了他 孤儿园的 孤儿园的状况 一年多了一年半 没有任何消息 没有任何消息 不知道他们在生命死 没有任何消息 我在最后 根据我自己的总结 和别人的说法 我父母和我妻子的 家人所遭遇的一切 好像是归绝于我的身上 说是我在海外 不是在伊斯兰莫家的原因 而且他们旧伊斯兰莫家 所以必须要抓起来说什么 搞得思想改造的运动事情 他们的理由又怎么了 难道你们 在座的各位同胞 出去旅游 然后又回来很正常的事情 再也正常不过的 因为是他们合法给我们 在办法的过程 对不对 其实他们承认 承认了我们所 我们所持有的过程 允许我们出去旅游 可是回来以后 我们就变成黑板了 包括是我们思想 或者 国法想象很不符合逻辑的思维 当然在共产党的面前说 你给他们讲道理 他跟你讲政治 你给他们讲政治 他跟你讲 讲什么 法律 法律 讲法律 比较讲法律 因为你讲天神 你给他们说该的 好的 这是我父母 所遭遇的老众认的遭遇 希望各位 各位民主人士 和香港媒体能够 给予一定关注 我不想我从五个小时 接点一句 您记得说 一个是共产党的原因 二一个是阿拉伯国家 土耳其 埃迪 他们说 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这是你 等我把我说话题 我来法国已经三个月了 对 我之前是一直生活来 我在培计生活12年 我是2006年大学 在国内大学化学专业毕业 出于我自己的专业 专业原因 我最后选择了中国 因为我在国内受到各种的启示 这个压坡也不如 我不想在国内生活了 因为各种形式方面 国内对我们的族 在方少数名 就是美国族 选阿拉伯国内 在国内找工作 一层过河 然后就照好了 可能是2006年那个时候 我的金江本地的政策 也是不允许有任何学校 开设阿拉伯的课程的 是已经不允许的状况了 在那时候 我也有可能说 到时候我说了几时 我就一口就没有出国了 就有想到在IT是什么 我在IT很容易人口的工作 所以我们找到我自己人生 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 参加什么法话 就是反共 说什么 到跑踏 什么 就有洗妈 温暖气泡 任何吃酒无奏 都像在海外的 百分之九的汉人 他们都在干什么 他们都是为了挣钱 为了养家口口 在海外拼搏 打拼 像你们在座的各位一样 去参加民主运动 去 致力于 推翻共产党的汉人 在整个海外汉人的民事上 只能占百分之一 两分之一的科幅 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的汉人 绝对民事 像你们 在座的 要致力于推翻共产党 没有 在埃及 在整个非洲 任何一个国家 当地 都有汉人的声音 没有还有华人的声音 他们都一些讲究 养家口口 爱情无论 我也一样 我从来没有说 我不做 不说 不论任何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 我只希望 我只作为主动的爱心 我只希望 安心地 工作养家口口 给我的家人 还得幸福 我就是要求 这是我 治理我生活的原则 我从来没想到那么多 难道我这些要求 也算多余吗 也算过分吗 不过分吗 不过分 但是这么一点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已经给予不过 我没有拿过中国共产党一针一线在海 没有 我没有制作为了任何一个国家 实际上的福利 没有 我从2006年开始我就拖起中国 对于一件事情在海来的时候 我不想过过什么日 没有 没有过 我就想为我的家人好好 好地过日子 就是好好地过日子 这么一个最七万全都没有给过 为什么 从2017年 自从陈远过 但是新疆文的初期以后 我们在埃及的维吾尔的这个 遭遇 发生千词要被以为 埃及之前有个 我上下 四千到五千维吾尔的 对 四千到五千维吾尔的 为什么 维吾尔喜欢去埃及 因为埃及有个 全世界最有知名的 伊斯兰学 或者埃塞尔大学 这个 最具有代表性的 公共和性的 伊斯兰学服 绝对不是从恐怖凤子 都能闯出极严犯的 我只要没有 而是全世界公认的 公认最大的伊斯兰学服 维吾尔人也 对于小区宗教和阿拉伯语的 都喜欢在埃及 来上赃 那很正常啊 对不对 可是 共产党就很 都不愿意了 上官了 自从二十一七年的 呃 二十一六年十月份 进行上来以后 首先 真的就是 请全面的收缴护照 收缴护照 这些我想 各位同志党 可以首先 全面的收缴护照 二十一六年十月份 到了二十一七年四月份 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爱想的 很多的教育部 在内的 很多 官员 跑到埃及 来 呃 经过 说好话 软话 来劝呼 在埃及的鼓务 而能够主动回去 就是不要让他们在埃及 继续学习 或者学习成宗教的 做个非常 呃 一个非常好听的话 让他们劝呼他们回去 很多学生说 是同学生 呃 不给他们压力回去了 在北京的 国际报警 再也没有出发消息 没有回去的学生呢 继续没有去搞的 因为他们不相信 也不相信 二零一七年七月后开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 埃及政府全面合作 公开围剿的 在埃及区域网上 公开围剿的 公开围剿的 整个把工作 纳尔赛城 齐区维吾尔社区 包裹起来 大街小巷 餐厅 甚至闯入 继维吾尔人家庭 强行 带走的 所谓尼吾尔男人 心里能够逃跑的 在发生公开抓捕之前 很多维吾尔人 我们在低等小学 都跑了 没有跑的 也没有跑的 因为不相信 因为我们在埃及合法 我们是有合法去住 我们什么都合法 不犯运法 不可能 也不相信 说中国中国 会派警察来抓捕 我们犯什么法 我们说话没有 那不可能呢 即使我们 算错误算来好 即使真正的事情发生了 很多很多国国的学生 被抓走的 抓走的两百座 抓走的人有两百座 当然在媒体报道的时候 都是学生 其实不是 不是所有的东西的 可能都是为了自立的 人生 在内部做了一种生意 就这么简单 人家事都抓了 毕竟发生以后 很多学生都该逃跑的 逃跑的 怎么逃跑 只能去机场 从机场离开 而机场也有 正宫的特务 但是呢 总在逃跑 不够 不够精神宝败 任何一个 假如是护照上写的 新疆这个字 都要抓 他们想 他们想离开这个国家 去机场 也被抓了 也被抓住 为什么 不知道 说是你们救过原因 我当时 开心我说的 我抓了 当我当目前 我们现在只剩下 五十多个人 从五千个人 下跌到五十多个人 也是百分之九十 我的东西 百分之九十 我的东西 都一直走 我一直想说 被抓的 原来他们的就是 只有死了 我也是 在他们中间 为一个心理 我们在恐惧 与讨论中 度过了一年 再说了好多孩子 度过了一年 我就是在一年中 度过的竞争 能够看到 共产党 能够改变他们的邪恶政策 邪恶政策 来 缓解 对我们的压力 对我们的极端政策 能够改变 其实我也是 算得算不算打了 苦苦在 真正的恐惧 逃亡中的一代意义 没有看到 我们家乡的 其实任何的好者 免贷的护照过期了 而且中国政府 已经完全停止了 对维吾尔的护照的形成 我们两个 对起码有效的护照 都没有情况下 怎么在那个 揪抹统治的 那个邪恶口度 也继续生存的 不可能的 我们唯一的大法人生 只能是有的 去哪儿活得到 哪里能装得下我们 我们就继续去拿 但是怎么走 必须要通过 通过征章来 签着法的手续 我在通过 通过众多的阿拉伯 埃及朋友的帮助下 和我在自己的独立下 我顺利获得来 但是法国 我做到签试以后 我还没离开 这么一个问题 我实际上就是 我怎么离开这个国家 但是坐飞机里 从那坐飞机 可能是机场 可是机场 又有我的黑名单 当这个黑名单 没有谁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 通过律师 也签试过这个事情 这个黑名单 到底有谁 我们想知道 谁一个人能够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 确实里面 还挺配的 国家安全的一个事情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应该办法 能够成功 从机场里面 第一的办法 就是找当地的联合国难秘书 让他们帮忙 因为我万一被机场抓 没有人 没有任何认可的机构 能够交涉 能够记者交涉 让我们放过来走 不至于其他哪个中央 我只有一个 希望我去联合国难秘书 我去找联合国难秘书 使用私伏我们的理由 我们装网 让他们理解 让他们给我们 给我们做办法 担保 如果外面的一房 万一我们在机场被抓了 其实你们能够能够交涉 放过来走 我去了联合国难秘书 在国家里 也成功通过面试 获取他们的升级卡 也能解释几书 有时候要有很多的签证 还有一个DK字 一方万一 如果他们难理的话 你去把证据他们看 他们会很容易地 在这情况下 很容易地放进来中国 他们很可能 会有一个公共交涉 但立马要终于联系 因为像中生的独裁 军化独製 从来都不会把 年后回来民事的症 放在眼里 不会 不会 目前只有下50多个人 大部分都是 支离破散的家庭 大部分是支离破散的家庭 没有办法 很多生下的孩子 一生下来就有阴影症 没有父亲 一生下来就有阴影症 没有父亲 自动症不完 父亲才能理阵 他们有什么罪 没有任何罪 没有任何罪 然后不只要 没有把揹的这一个 顶角都看不到 他们所牵涉的罪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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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知识破散的家庭 到现在 也生活在恐惧当中 埃及本身对你们来说是危险 他们怎么生活 不知道 他们没有群住 没有护照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们只剩下 还在护起的区域 这是目前 剩下的 在埃及剩下的 没有状况 非常惨烈 什么都没有 没有经济 没有住房 没有护照 没有 能逃的都逃了 能走的都逃了 都走完了 我也是够够得以 放弃了我在埃及的一切 的一切 的一切 来到了这里 意味着我在这里 从头开始 从零开始 来创造出一个理解 是共产党第一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参加什么明镜 还是参加民主的一切 我从来留想过 是共产党第一 必须让我走一个东西 没有办法 希望以后 在今后 我们能够 非常智力 推动 民主 自己 最后想说 推翻国产党 自由民主万全 好 好 这个谢谢 非常好 这个还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这个原因到这个中国中华会书记去了新疆 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去了零夏甘肃 零夏甘肃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针对国民的国民学校的这个情形 新疆就不用说了 不过中华会书记说 这个新疆啊 这里搞这个什么在职培训啊 在教育培训班办的好 的的确确扭转了 新疆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局面 他肯定想到他一家 不要说新疆他们在埃及 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埃及众主搞得一块 就干这事 那么他自己背景一样 他还拿了法国的签字 一家人到了这个戴戈勒机场 按道理他应该进来的 但是他也拿了埃及的这个国际的那边 他的条件完全是够的 但是结果他们的有一些这个 这个维俗的兄弟告诉错了 结果在机场投降 在机场就报告警察 然后就去到法国机场的那里 那个地方我看六米高的铁色网 法国的很多律师都抗议 就是我们到这正常打 做车打第一段维员去 就是很屏蔽的一个地方 关了落天这二天 就关到最后 再遣送爱及的方式 后来这个法国的 应该是国家的 他们国家的安全局 我来面 不是法国本地的安全局 知道我们情况以后 他们做法国法国 对 我安全局 所以他们法院的 法院的一定 当时像奥法那里 就要到那几乎百分之九这 999都被拒绝 你不管你说什么 他打电话 你说一些好 他是会拒绝的 然后代表10天上诉 然后你要不经过 你就远近前了 因为今天我们欢迎 马里霍斯曼女士 我们这个 团结中国 Solidabin-Sina的 这个主席负责人 马丽女士 来到我们当中 大家欢迎 这个开始 您需要 那因为您您上网 去忙一些事情 您现在先给大家 五分钟的一个节目 欢迎 您代表 包括法兰西徒宝 马丽 她是从70年代过 就是关注国 从民主墙发久 年代到现在 可以说是伟大的 自由民主 国际战争 转过小鞋就要分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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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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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张张坚 我真抵负张坚的勇气 因为主持这么一个活动 是很容易 他努力好几个月 嗯 虽然那么有工 我只能帮一点忙 所以今天会不会来 一些法国人 我不知道 嗯 这些是一大问题 我控制大家 有的人说要来 可能要来 可能不来 等等就这样 哎呀 对不起 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 我今天有一点知道的原因 是因为昨天我在南部 参加一个支持西藏流民的 流望者的一个会议活动 这个活动很热烈很热情 有很多法国人来 然后我今天真的跑来跑去 现在才到了 但是我心里想 为什么西藏人能这样组织 那么多人去支持他们 因为那些支持的组织 昨天那个他正在庆祝 他的那个33年的建立这个日子 已经他们33年 捐款帮助那些在印度流亡的西藏人 而且有很多法国人都到印度去看看他们 欢迎他们到法国来 也欢迎他们找工作找房子 但是对中国人在法国 我不认识这么一个机构 我周围没有一个支持韩族委员会或是协会 除了我那个 所以打理这些之外 我看没有 所以这 我不能说这是个名义 但是这个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么昨天我就跟一个西藏的研究者 一个民事家 他也是一个在中国学习国 在兰州学习国 所以他的含义水平很高 昨天他做的演讲 都是我从中文到法文翻译 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这种过激化 因为一个西藏人能讲中文 讲得那么好 而且他的这个思想的水平 真的也是非常高 他讲的基本是比较 所以是我科学的 他讲这些西藏 西马来亚山的这些 冰床的那个 荣华的 荣华的现象 后果跟这个西藏人的人权的 就是生存的有什么结果 对周围的人都有什么结果 所以他的题目真的非常有意思 我非常高兴让他翻译 但是后来我们再一起聊 这两天他给我讲一个故事 我到现在印象特别深 所以我也跟你们分享 他说我到了兰州大学 我不知道什么 大概是一个少数民族大学 因为你们那边都是西藏的大学生 我这儿是韩人的教授 那这个教授 他看他的西藏的学生 他对他们都说什么 没有说欢迎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 培养很好的下一代 这种比较一般 而且应该听的话 他说你们这些藏人 对我们就是那意思 你们要反抗 我们马上镇压杀死你们 对新疗人 对新疗人也一样 新疗人也不会工作 都是什么落后的 要反抗 就把你们杀死了 我们只发贪人 我们只发贪人 贪人数字过 他们要是反抗 我们就出贪 这句话 这是1994年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 在人类有一个教授 能说这种话 而且对他的学生 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一个友好 而且起码有一点 投降的相信的关系 有这个关系 所以我就对这个西藏人 我说 在你心里有什么后果 是不是一辈子的恐惧 还是什么 他说后果你就在你旁边看着 他就是离开中国 在中国没办法发挥他的能力 也没办法过正常的生活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因为我看现在法国人 我不知道 支持西藏人 支持新疆人 同情他们 跟这句话有一点关系 因为现在我们听习近平 习近平要控制全世界 而且他怎么控制呢 把我们的 我说我们大家的 民主自由国外的这种 价值 完全消灭掉掉 带来他的无知生活 他的科学进步 他的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们看看 我们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想很多法国人 现在对中国的理解 对中国的反应 是非常复杂 到现在可以说 我不知道 我乱讲了 百分之七十的外国人 西方人 还是认为 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 现在是很现金 现在是很豪华 很磨蹬 我们到那边去做生意 我们会赚很多钱 中国政府也会很满意的 跟我们做生意等等 所以我们继续跟中国朋友来往 我估计这个是百分之五十以上 得有印象的人 或者做生意 或者到那边去教书 或者有外交关系等等 然后百分之三十 就不一样了 他们越来越怕不过人 怕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 价值观其实是不一样 我不是说你们 我说一般的做生意的中国人 能骗政府 骗老外 卖假药 前几天在欧贝尼利 就是巴黎的北部 有很多中国商人 法国政府扣了 三十吨 三十吨 夹铁塔 小铁塔 为什么假 因为他们用的方式是用的不合格 刷的油漆 什么油油堵等等 全部都是通过非洲 大概是非法移民 去卖出去 所以都是黑钱 能赚的都是黑钱 能卖的都是黑货 这个很多法国人已经了解了道 所以在这方面 他们对这儿的韩人 大国术都是不放心 不知道对面是不是可靠 是不是打算骗他 是不是想卖假药等等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法国人在这方面 我表扬我自己的民族吧 他们能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所以你们现在在13区哪 有很多中国餐厅 很多法国人 基本上顾客都是法国人 非常喜欢跟那些老板 都很友好 产生长期的友好关系 这也有一个很好的要点 很多法国人都告诉我 你怎么离得这么近 你怎么不到那边去买药 那个他们的那个中央多么有效 多么好多么管用等等 所以法国人也不那么傻 不会绝对黑板 他们知道谁是好谁是坏 但是今天我估计来的法国人很少的原因 我觉得跟那些很複雜的因素都有关 今天光是新疆人 介绍现在在新疆在发生什么 我估计我们可以让很多记者过来 因为现在新疆的状况 我觉得是历史上从来没看过我的现象 突然十分之一的老百姓 新疆的老百姓都被抓 都被送到这个洗脑的设备 因为我们从来没看过 一个人口的十分之一的人 都被强迫去读这个傻瓜心情 这个思想 谁会活下去呢 这种折磨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给你们认识 我希望我们可以很好的交换意见 但是我就想先介绍我们在法国的这种反应 我想用最真实的话去表达现在 为什么中国民族运动 中国民族运动 民族和民族为什么会面临那么大的困难 为什么等不到别人的主意 别人的耳朵 我可以这样一句 今天早上六点暗示 把我伯伯简单要访问我 问我这个蒙红维 对 蒙红维 蒙红维 累一点 忘了他的这个印字 为什么蒙红维被抓 他提的问题 都跟这个题目没有任何关系 他说原来蒙红维跟七七兵应该是好朋友 对不对 我说七七兵没有朋友 现在还是没有这个人 但是说这个女人 他完全不懂这个状况 他说现在法国政府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外交的反应 我说外交的反应有什么用呢 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就是骂这个仇恨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得了 这个最重要的机构 他原则就是给我们保持我们每个人的安全的头都被中国政府抓了 你会想什么 就是说中国政府抓了我们全世界 对但是是全世界保持安全的机构 等于是中国穿了我们全世界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一个鼓掌啊 那我们讲完了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两天有很多机会说啊 我有时候跟曼迪聊天他就说你讲没完了 你讲的很精彩是吧 他这个东文不但说的好 还翻译了罗伯这个胡平老师的 他廖又女的这种著作 把他推荐给这个西方 包括这个刘老波老师的著作 但是他很遗憾 像刘老波获得诺尔和命奖啊 国际声望那么大 结果他的说啊 翻译那么努力的翻完了 法国最大的这个这个这个叫出版社 都不尽很大的努力 我想也尽力了 这销售量都比起什么就是 莫言那些其他东西 所以说这个 但是我觉得还不那么很悲观吧 最近美国啊 就这么支持中国的民主民众啊 这个特别是退退出了这个 这联合国人家委员会 啊 以前我和老魏啊 经常经常开会 我们对这种组织 然后中国想尽办法 这个破坏我们 苏正一共许国啊 我们商定一个会场 有记者都来了 结果他鼓鼓感动 说这个会场被联合这种新征用 共安排了很很远的一个地方 一个一个会场 结果 结果不知道在哪 就是让我们召开不了新发布会 所以说后来杨津丽啊 那后当法轮部侵略者的那个人啊 就说你作为中国这个这样的一个 现场人权的国家 你不配站在美联合理想委员会啊 这个会里 他终于这个美国退出来了 其实美国当年在布什总统的时候 也非常随机嘛 那天我和老外不去 这是布什对 就是布什总统 他的那个 我们正在很多国家 欧盟的所有国家都支持我们的这一次 就反对中国那个人权报告 当时 晚晚餐的时候 就是我们到一个东西馆吃饭 当时那个美国人权大使 悄悄到那也买饭 顺便看到我 问候一下 其实就想看到我 但是结果 到第二天在联合人权委会的时候 在美国人权大使 就说哎呀 这个我们尽管现在这个今天是来指责中国人权 但是我们的副总统 切尼亚什么的还是什么 还在中国访问呢 这个你希望你们能够对他态度好一点 然后大家能听传名单的 就是我们白白努力了 这么多年 他现在美国发持一个变化 朱希兄是欧国州公所 他们那个 从事的马格尼斯法案 还有其他的现在已经把中国的 我们也我也不想说太多了 叫马力他也不想说一些事情 是把一些的中国的官员 包括有可能是镇压西藏呢 这个陈全国叫什么 也都列入了马斯斯法案 那将来他的儿女亲属 可能都不能去美国 你在美国的那些财产 实际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压力 不是这些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半天有融用 惨的是老百姓那些有钱人的外疗利益 的股败利益 的一毛钱也不会损失 但是 针对中共官员在美国的财产 在美国的儿女 在美国的亲属 包括跟他们相关的那些 所谓的这个那种 我想他们正在做 我也帮你提供 当然 有人对文贵先生有那样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他有能力 利用他的那个很特别的手段 也会把中国很多官员 在美国在欧洲的财产 我知道他在欧洲也在其中 公布出来 以前我们就知道某高官就住在 皮卡密的 就住在哪儿 某高官的女儿就参加所谓的这边的成年礼 那盛大的这个武贵 和各国的富翁在一起 水管嘛 那些财产怎么来的 那下次我们再就住 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人 我很高兴啊 当年我那么支持他 从事一个宗民 从现在你还害怕人给你几万块钱 你觉得就不说话了 你好好想一想啊 你就先先做点好 还四盏四盏 那那几千个在海外的地方 我们能这样子一号下去 我们下边的这个王先生 你这岁数很大 你说几分钟可以啊 你也需要 工作人家做那么久 你说五分钟吗 嗯 王先生 我说不准备做话 你你自己说广东话 我们来啊 叫我翻译 你说广东话 有讲广东话的人跟他翻译一下 嗯 嗯 嗯 你能讲广东话吗 哈哈 我怎么会翻译 我 你也 坐在这里 我已经让我 他回到过来 一间对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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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巴林 是巴林 广东的人 广东的人 都被中共收买的 就是 他说陈师兄弟等等这些 只有他最坚决 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只有他最坚决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插上来 那他也有画 我也是王宗雅的 他是王宗雅人 王宗雅先生 王宗雅先生 我的祖父是我滿朝 同心中章近章 是跟国民党中生先生一起推翻白青的 这是同胞国的 同胞会 我以前在中国 离平香港到香港 香港台独共产党在香港的香港 但是他都同胞 全部我想募会 全部在我的脑海 我的亲戚 是我所被共产党打死的亲戚 被共产党打死相反死人 在共产党有二十八个世纪 从来到香港来到中国 已经来到南北 已经是叫做南北 从我一直回到香港 回到中国 广州 我明年碰到香港 回到中国 广州 我都很担心心 我都很担心心 因为我从巴黎的民主党 因为我和巴黎的基督党 我都很担心心 因为我都很担心 所以我一直都参加 在巴黎的民主党警上 我就担心共产党会担心 到中国 但是机会 香港已经很担心 所以将就叫我坐着中间 所以将就叫我坐着中间 我都不担心 所以他可以参加这边 我都不担心 好了 祭祝大家健康 我就是 我是握画的 如果我是在中国 都不会担心 因为我是握画的 我都不会讲讲讲的 我还是握画的 却背舞 公平处 他们的参与 华江湖 我俩想要你来搞去 握画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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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二十八十多岁 二十八十多岁 我在那个 九十岁 九十岁 我都算年轻的 我这个线也快五十了 俄本西外 我们现在还是有些年轻人啊 这个这个站不来啊 现在没讲完 他已经不让人下来了 那个 我们下午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这个 我们在德国的 不是说也是有支持的 在西方也是有的 比如说 官方的社会是没有 但是民间的社会 我就接触过 和玛丽去国建国很多的人群团体 他们确实不容易 我一次当着国际呢 在迪宋 有一老太太 我一个满大夫 你说 她没时间让我去那 那么一块 就是零八年奥运会 我反对 没有人权奥运 结果呢 我去那个迪宋那城市 不大一个城市 啊 据说生产法国的介绍 有一个法国的一个 一个满大夫 她就是 找了几十个人 自己做一个夹子 那个木质 做一个夹子 他手 武传做着手套 然后他就是满地从这整个大街一边走一边敲着锅 中国没有人权 中国中国那个那个办劳运还人权还摧布 就还满大街就喝了 他肉 你怎么这么积极啊 他还把这陈光虫啊 但是陈光虫还在监狱里 那些照片都拿 帮那个法国的老人 普遍呢 我看东西的时候 五六十岁这点 后来晚上我住在这个法国文弹幕家里 然后问他 你怎么会做这件事情 他说 二战结束的时候 他只有这个十几岁 啊 他说 后来法国的媒体才报道 在奥斯维西纪录影 在德国发生的那些 惨绝人环的这个 啊 法西斯屠杀 这个事情 他那一刻就说 为什么人类 对待人类走这个样子 从此他就致力于这个 关注这个人权啊 你看长大之后 他就成为大社国际的一工 大社国际在身上 是百万人的啊 你看他就做了很久 他说 后来他让步 但是他的这些孙女 孙子也来支持他 所以说我在法国 其实我见到很多这样的 还有一个我耽误他 马利欧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他是他的肚腹是什么 是写法国国歌的还是国旗 还是这个设计什么 设计那个曲目的啊 就马赛曲的 是是那个词的作者 还是曲的作者 然后他说 就是他也支持西藏 也支持中国人权 他说中国不实践离我 我绝不去掉那边东西上 当然了你说这个 我正应该看到很多的这样的 你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平时关注一些中国人权 但是非洲发生什么情况 甚至我再次去泰国 我看到我们 一百多个法律公 还有这个 将近两百个华人那些难民 滞留在家里 是很惨 但是当我 后来去更多 去了检果寨 回来又去了 另外一个主持 那里有许多的罗牙人 我一看他更惨 没有住的 没有吃的地方 我们关心过吗 没有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 欧美的 这个民间社会的这些人权活动家 真的几十年终于这个 关注中国的人权 尽管那力量有限 就够了 我们待会儿呢 这个 现在还有这个 一课钟 十二点 我们就到那个 新中生大集中吃饭了 今天我们晚了一些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 给谁压了 他们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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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那个谁吧 这个 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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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想 你们吃一遍 我要介绍我的 交量区 您介绍交量区 那这个 下午 这个时间 不太长 那我们就 我这次呢 这个 上一次 这个 巴黎的这个 代工的机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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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管理介绍自己 管管理给叫过来了 我还真没想到 叫过来之后 当时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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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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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情况 都会拒绝 远近香港 但是 像他那天 我也保他 然后呢 他也引起情况 他在国内 是村民的选民 跟姚立卡 都在一起选村长 当选成功了 后来 中共也觉得你这种人 怎么当选 要把他套起来了 后来他在深圳的时候呢 就在那开大火车 他认着梁 像长毛啊 认认着梁国雄 然后他怎么 梁国雄是说不他 还是怎么 他就在大火车上 离我们这边车有个危险 他拉着洪福 支持香港 真不选 开在深圳的大街上 然后就又被抓不过 后来又回到国内 随时抓随时弄的 然后随后 他自己逃到这个泰国 拿了泰国的名字 那边自己又跑到南西亚 怎么怎么样 最后你过进法国 他进来的时候 那个法国那些警察 我说我真不知道他 他他那一到法国 才推测告诉我 但是是我们法国 法新社在中国的这个 还有最后亚洲的记者 给我打电话 你必须得看看 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才去了 我说从早上7点 弄到晚上8点 所以我把他捞出来 但是说是记得 我都不知道这个过程怎么办 我是给他担保的 但是我这种担保怎么用呢 我不知道 但是在那之前 我的确带他担保了 POP就是教会 我说我这事 我就知道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我说你这事只能仰上上帝了 但是我觉得上帝还是给他帮助 结果他出来了 踏上这种自由的组织 他现在的事情 你可以过来跟他讲进去 到12点 然后大家听说 今天在这里见到 各位同学非常不幸 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中国的湖南的一个农民 我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懂一些常识的道理 就是说知道一个人的终点 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 拥有土石的价值 我追求的就是很普通的土石价值 但是我们底层的人民 底层的老百姓如果要实现土石价值的话 我觉得选举很重要 就是我就把我这个想法在支撑 跟那个基层去推动 就是想实现民选 中国自己的努力 但是目前的话呢 在中国底层那里有很多老百姓觉得很 很不可思议 也觉得好像有点好笑 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 公立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还是要参与 如果每个人都说 那不可人 那印象天开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要有一些人出来做一些 基础的事情 一所能弃的事情 好我现在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很多都没听了 今天最基层最普通的人 他为了就说我要去实践 你在中国这股市 如果我们不敢做什么 他就敢 就竞选村长 独立候选人 要立法人竞选一个市的这个 人大代表 他竞选村长 因为这事也被打压一些的事情 其实他开着大火车 在那边赚点钱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现在现在是住在我这里 以前是我们网上的网友 也在国内也是这个 几十言不一日的 这个在我们网上战斗 当然我们也有做的不好的心目 而且都能不能够这 这个 过来介绍一下吧 你上个吧 这个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本国内难和独猶情况 就是住在河壁 所以说这个就是跟独猶情是老乡 所以他们那边这个独男 他们平时有100多人经常聚会 聚会的 他们有很多人都到巴黎 经过点就见过 但是回去了 他们在国内的还是坚持聚会 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 这个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也是国内的一个人 有点感谢 嗯 大家好 我来自中国的山东 我叫龙子立 我首先呢 今天就是见到中国的前辈 能够对良知的建筑 我对名人表示资金 嗯 我呢 从20多岁 我小的时候 反正我父亲 嗯 受过 也受过共产党的那段抗败 然后呢 我从我父亲那里 就接受了很多工具 我从小费里面 没有什么 好的印象吧 也没有 我不喜欢政治 也不喜欢参与的 但是后来 每个人都拜托朋友 嗯 首先我是从 把这个计划出去开始 慢慢的 嗯 我小时看书 我喜欢上网 然后我就 接受了很多民主思想 然后到后来 就是最早是在零八线上 我 非常希望刘晓波先生的言论 然后我 我就签出了签出了名字 从那开始 然后共产党就听到我 一次一次打击迫害 我也在村里也敬下了村上 嗯 但是呢 卢村人 他们就是家族大的 然后地匹流氓了 有钱了 就逼着你 这个这个我是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这个可以 可以说一下他们的事情 他共产党主支持的就是 能够想到打击你的 你不是从其从小民主吗 呃 就是我们就是打击你 就让你选上的 还不如共产党安排的 就让你们老百姓 自己选的怎么样啊 还不如原来的呢 是吧 他们是这样的 呃 我每 我每年呢 在那个 以前我在那个黄梢比 那个 谁那个 呃 广东的康宁领 律师 这个 关系 有点关系 很好的 呃 我支持康宁领先生的 就是 每年呢 我就到我们现在的广场上 去穿着黑衣 向北京的方向 然后去 去 去 我们也不喊口号 就是在战录 开始的时候是警告 然后我最后一年的时候 就是我 就是我 领走一千二十的头 我就被带了回 黑衣裳 托到面红车里被打 我也不知道拿到哪儿 嗯 打得很坦 反正 我妻子就说 咱们出去吧 找个那个 自由的地方 先把自己解放出来 那个国家中央发生了 那人选择呢 嗯 刚才有个西藏的朋友说 对待藏人 对待 对待新疆 是的 他们对待汉人 也是一样的 不过汉人呢 现在就是 威水土情况 不那么激烈 但是他一步一步的 给我们的孩子洗脑 嗯 我们的孩子 接受的教育 嗯 确实是 不见得一 我非常 其实觉得 这个专事 应该找财了 再一个就是看到 现在呢 有个最好的 最好的前提就是 欧洲国家 跟美国 他们都清醒了 练续到 练续到 共产党这种 嗯 对世界的危害 嗯 我就希望共产党早一天找财 中国早一天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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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十分钟 因为我们这开会就晚了 啊 还有十分钟啊 我说在 在让谁这个先 没凶 先给你十分钟吗 那你坐着厅上啊 啊 因为我们下午有其他人安排 那就是 那就是 你也在下午 下午 下午 好 大概是几个上万条的 这个消息 啊 但是韦石没有给他一礼金啊 韦石你没给一礼金啊 哈哈 太玩笑了 但是他呢还是做自己基础的工作 始终归一日 别人说他是老公患者也好 也精神有毛利也好 但是他在反共上就非常精神啊 反对专制上非常精神 比我们普通的人做的还好啊 没有人能不能那么坚持上 对吧 他就简直活了 一眼去 发这个 今天我早晨的时候 像我这个在大学 啊 读硕士的 弄一块 他说 总一早晨又 他会又给我发几十个呀 好吧 借此机会 感谢各位 呃 欢迎 各位 来 就是 呃 这个盛会啊 成功的盛会 呃 我们借此机会声援 这个创了谷先生 对独裁专制的质合 呃 独裁专制的这个强大 就像一座火山一样 呃 呃 一旦爆发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危害性 是善良的人 根本预想不到他的危害性 所以说不能想看这个独裁专制的危害性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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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独裁专制的经济给导回的话 他就不能够收买良知 现在呃 中共对呃 东南亚很多国家 还有非洲很多国家 他他收买军管 收买军管就是独裁专制 包括泰国都是 因为当年也去泰国 回来的时候 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就是 审查有40分钟时间 我们就会为他担忧这个事情 是不是过关 很危险 幸亏他有行李在危机场 那不能够留 否则的话 他的所有东西都得 呃 所有的行李都得撤 这样一来机场的话 就承受不了 那好 40分钟审查 然后机组人员快快上 OK 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 这个关系 然后就说是 我们记得他念这一把汉 呃 就说是 在非洲 中共用钱收买这个军管 然后呢 他镇压老百姓 包括推特里有很多的 枪毙老百姓啊 这个这个 倒里倒去 是比中共关系的 有关系的 用他用金钱 送满到他的军管以后 跟中 呃跟这个独特专制 横起离弃 啊 我就讲这么多 就是 达到共产党 好 哈哈哈 恭喜你 好 这又林导人 最后 最后 到十二点了 我想借这个机会再多说几句呢 其实一个是受到了刚才这位维吾尔朋友的启发 还有刚刚呢 还有那个两位朋友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原本大家都是想自己安安静静的与事无争的过自己的日子 但是呢 呃特别是这位维吾尔朋友 他的那个用的中文是 打错了算盘 他讲了三次 打错了算盘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启发 就是呢 在整个中共的势力范围控制之下 不管什么阻力 不管什么人 其实呢 在这么长的时间 现在是69年 应该说有上千万的人 一直在反抗中共暴政 在为别人争取自由人权的尊严 但是呢 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可是在中共的这种谎言 暴力恐惧垄断等等的手段之下呢 仍然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甚至很有可能是大比例的人 以为自己可能不是受害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甚至是成为加害于别人的人 那么很多人呢 自己的出发点就想呢 我可以不关心政治 我可以与事不争 我可以好好地做把好人 我做一个普通人 我做过日子 我就管我自己家 可是呢 就像这位维吾尔的朋友一样 实际上 那个强权政治 它是不管你是谁 只要是你所存在的位置 时间 碰到了这个权利的边缘 它就对你完全是一种办法 就是镇压迫害 直至让你消失 就是当你去反抗它的时候 你就成为了它的敌人 可是呢 不要以为你不反抗 你就不是它的敌人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族裔 什么信仰 什么人 你是城里人 你是工人 你是盟民 你只要在中共暴政强权控制的范围之内 其实你就是它的敌人 因为中共强权暴政 它的敌人就是人民 所以在这一点 我特别想要提到这里 因为在过去 我是1989年的8月20号 到加拿大布伦多的 我是在北京 是不仅仅是屠杀的见证人 我当时呢 在6月3号夜里 我一直在街上 我一直是参与了 就是跟那个军人的 因为我是在北京市的前门东大街处 就靠近天文广场走路 走路过去 快走就是五六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一夜都在那 我们就把那个地上的那个砖 扒起来 然后呢摔碎之后 就去砸那些军车 那个事件对我来说呢 只是加强了我对这个政党 这个权力的性质的认识 并不是说是导致我到海外 参与民运的唯一点 我被很多次采访问到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那么 刚好是在我出国之前 因为我已经是在申请加拿大的学生签证了 我赶到了这个时机 如果没有这个因素 我一样会走跟今天一模一样的女生道路 因为我一从有我的自己的意识形态 我特别幸运我就是法国 从我自己的家世 从我父母的经历 所以有的朋友也知道 就是我祖父是民国时候的人 他是一个政治人 是一个教育家 是一个经济学家 所以呢可能这一点上 我是更幸运一点 虽然从小是遭受了很多很多的迫害 遭受了很多的捧耐 但是呢没有让我在认识中共的问题上走完路 那么所以我到了加拿大之后 反这个中共获得那个什么最核待遇啊 WTO啊奥运啊 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 我在很早时间我就讲 中共在这样的一种强权暴政 毫无人权民主自由的这样的因素的情况下的崛起 一定是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里的灾难 今天这个灾难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那个时候反那个奥运的时候 不仅仅是受到拥共赦还的围剿 其实也受到很多很多来自我们自己阵营的误解和排挤 他们觉得我太激进 太没有余悔 然后呢太就是好像被指 只为是什么逢中遇犯等等 那时候我为了抵制奥运 我在一年半走了三十多个地方 当然我知道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一定要让这个世界知道 中共暴政它的这种本质的邪恶 是不可能通过让它的经济发展增进 国际实力 当然呢进入国际序列 就好像以为是可以以这样一个面目 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奥运 奥运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在奥运之后 中共就开始在国际社会大摇大摆的 开始成为一个有话语权的这样的一个政权 而在国内就加紧了更严重的这种人权迫害 那么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点 所以说呢所有的人不要以为我们可能是一个个体 是一个小人物 是一个不足轻动的人 不是的所有的人都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去发挥你所能发挥的这样一个能力 但是呢基础就是必须要认清中共政权的这个性质 它是以往言暴力垄断 来形成的它的整个政权的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基础 而且呢你想去躲开它 想去绕开它不配它迫害 今天这样的事已经是成全上来 不要抱这种侥幸心 说完了 给大家一三一块 好一会儿我们就到新中国厂 有那个小房带来到我们去 然后这个我们有三桌 如果这个可能三桌就30多人差不多了 如果再多出去的话 就是我们旁边还有这个小厂 这是几个人可以 好 这个这个伟民同志来晚了 是不是要这个拔罚一拔 然后下午呢 我们吃完饭呢 现在是12点1天 这2点钟 我们一定要到这里来 这样的话 2点钟我们迅速开会 然后开完会 然后我跟老罗说 我们就要到塞纳河游船 然后老罗那时候票是六块钱一张 最便宜的是披发价 然后披发价 然后 当然我跟大家一块去 我们绝绝都是坐地铁 7号到9号到 阿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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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方 我们是 有人昨天告诉我 你们是 吃吃喝喝搞民主吗 我说还还 儿玩玩乐乐搞民主 我们就得快乐着 跟他们干 因为生命是处于我们的 时间在我们这里 OK 好 下午 我们干净吃饭了 可不可以带一些吃 就感谢我 啊 杨戒宫在出国吧 你们通知那个其他的房间的人 啊 其他朋友可以到这个杨戒宫是中国的 大点钟 小点钟 一会儿我们在这儿 这个 我们那个视频房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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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啊 好 啊